记住韩正是孙立军孟建柱 是刘烟平绝对的后台 为啥把马建副部长抓住 你们记得我2017年爆料吗 马建副部长当时第一个调查韩正 在澳大利亚的女朋友开了个超市 生了师生女 调查他的财产 大家记得我去报纸料吗 所以说韩正江甲第一个 就得让孟建柱和王岐山 先把马建这个副部长给拿掉 因为马建副部长手里 不但有这些孩子的DNA 我给你们讲过过境 怎么扎针怎么取DNA 我都给你们讲过 怎么掩盖这些钱 这些根源都来了 现在发现所有当年抓马建副部长的人 全都是坏人 而且这些坏人都当成了 所谓的国家副国级正国级干部 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到今天前线 咱那个出来的战友说 问韩正这个俄乌战争 那是刚开始是第二天 是第三天 他说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你说韩正说什么 只要开打 我们就完蛋 他说人家开打咱咱完蛋呢 他说你知道 那个家伙想干啥 知道习太阳要打台湾 习太阳要跟普京混在一起 西哥今天这个爆料 如果懂政治的 你可以解释出巨大的地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